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来到Strange冷知识 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和我一起长知识 每个人女生都希望自己貌美如花 现在更是不少人去整容动刀子 就是希望自己漂亮点 那么长得漂亮都有什么优势呢? 长得好看到底有多重要呢? 今天就来一起看看吧 1.找男生帮忙比较容易一些吧 像搬东西搬家之类的 女生的力气小然后也辛苦 找个男生来帮忙就会方便很多 一般都是有求必应的 2.有时候去吃饭 要买单的时候 被老板告知已经被隔壁桌的买过了 回头想还给人家钱 结果人家还脸红的跑了 3.找工作时 如果你的长相出众 会比其他竞争者更有优势 毕竟个人形象是公司的代表 个人形象好 就能为公司吸引更多的顾客 老板肯定会更喜欢形象好的人 4.出门在外回头率很高 哪怕你什么都不做 只要安静地站在那里 也能收获众人瞩目 缺点会被无限缩小 甚至被梅花 5.在小摊上买东西 摊主会主动打折 抹零头 打饭的时候阿姨从来不手抖 就是去路边买个肉夹馍吃 阿姨也能免费加个鸡蛋 6.吃得比男生还多 在别人眼里就成了可爱 身体好饭量大是否变胖了 也会被告知女孩子有点肉挺好的 有点无限放大 缺点无限缩小 7.经常被小心眼的女生针对 私生活永远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人缘好就是绿茶 物理人就是装逼 8.大家都觉得你有男朋友不缺男人 其实一直没有男朋友 1000多好友从来没有小哥哥会主动找 9.感觉世界和身边的人充满了善意 没有被为难过 10.恋爱和单身的区别就在于 恋爱男朋友一个 单身男朋友一群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有趣话题就点个关注吧 也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打在评论区哦 说不定下一期就是你想看的 看完的小伙伴点赞扣衣 点赞的小伙伴考级门门优秀 家庭作业没有 零花钱多多 如果实在想要白嫖 就将姐姐扔进收藏家里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